第二,要硬保的时间也不会压错 所以是不是有这个压力呢? 好了,有了生意了 反过来,你里面的行政人员也有很多 要聘用了,大家都在抢人 假如出的人工不够高 人家为什么要加入你呢? 就去了另一家公司了 出得太高,又不行了 你那个行政费高呢? 行政费高会怎样呢? 公司的利润就会少了 因为一家保险公司 你每收一元回来,只有三个地方去的 一部分就做了佣金 行政费 一部分就应该是股东的利润 一部分是要给回保护的 就是你所赚的钱是这三方面去的 那么你任何一部分给得了 比如你给人工给得多 给commission给得多 你的洗费多了 那你给老板和给保护的钱就少了 给老板的钱少了,老板一定不愿意 你给保护的钱少了,就是你的保费又贵了 你的回报又低了 你的生意又会难做,所以呢 你在这三方面里面 你要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保险公司的行政总裁 在这方面要搞得很清楚 好了 还有人制关系呢 当然我刚才说了一个很好的 就是人人都要拆你鞋了 但是有些时间呢 那些人可以不拆你鞋了,为什么呢? 是做营销的人呢 就是会不拆你鞋的,为什么呢? 营销队伍呢 在保险公司是不收 不收工的 他们是收佣金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收佣金呢? 因为他们带生意给你公司 那么我生越多 我的声就越大 我假如我带多些生意给你 那么我当然是希望你公司要遷就一下我 不是我遷就公司了 当然你的生意不是那么好的 那么你要遷就公司,不就公司遷就你了 那么所以呢 那些越做得好的呢 他们越大声 那么你做一个行政总裁 你又怎样能够 使他又不用被人去挖角 被300%去挖他走 又要使他呢 是继续要做生意 又要使他呢 能够继续听你说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行政总裁呢 是做这个保险公司要达到的 的目标 那么还有呢 行政总裁呢 我们 我就觉得呢 我们呢 就 人呢 就很特别的 他一方面呢可能在那里 赞赏你啦 但是一方面呢 实在呢 他在谋着你的 原来呢 你身边有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在大公司做过 就会知道呢 原来呢 他们有一个叫做 corporate politics 叫做公司的政治 那么这些呢 就是怎样呢 他表面上呢 可能对你好好 背后呢 他可能呢 是想打掛你的嘛 所以呢 做一个行政总裁呢 你一定要怎样呢 一定要有明白自己的环境 那么有些事情呢 我们是可以做得到 有些做不到的 那么第一呢 就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了 这个公开大学 要终身学习 那么你做一个 行政总裁呢 你不可以呢 我十年前这样 二十年前这样 你永远都是这样 你是 没有办法的 一定迟早呢 给你旁边的人呢 想办法 打掏你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怎样呢 要不断地学习 那么我经常都教同事 你要问自己一句 Am I better than yesterday? 你问你自己 我是不是跟昨天比 我是不是好过昨天 你一定要天天 要自己 去提醒自己 假如你 今天不是好过昨天 实在你已经退步了 就是说呢 在这个 商业的社会 好像我们旧时读书所说的 逆水行舟 不尽质退 你想想 由我当年 1957年出来做事的时间 假如 你是form 3 毕业 我们当时的术语就说 这个人很厉害的 form 3 英文哩哩哩声的 哈? 你是 school sir 哇 正啊 有沙子啊 今时今日有沙子的 是怎样的? 什么啊? office boy 想想想 都可能不请你啊 是不是? 换句话 社会是在进步着的 假如你一天都不 一天 每一天你自己不是 问一下自己有没有进步呢 你是很快 是被这些 后面追来的人 是淘汰你的 所以呢 我们做一个行政总裁 我们一定要 一 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进步 不论你是 任何一方面 要不断的进步 第二呢 他们没得挥的 那些年轻人没得挥的 这个事实 是经验 我一站出来说 说话呢 年轻人呢 就一定要收声 为什么呢 说得逐一点 你说你阿叔我啊 50年啊 你做多少啊? 5年? shut up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这样啊? 所以经验呢 是没得谈的 你经验你一定做的 所以你一定自己 不断地学习 加上经验 那还有一样呢 就当他大家 eco的 IQ 你当他大家 eco的 那就不要紧要 不要 和了 那还有一样呢 你要注意的 就是健康了 假如呢 你以 体能来说 年轻人一定比你 是不是呢? 所以呢 当你做 这个行政总裁的时候 还有一个要记住呢 要不断的 keep up keep fit 使得你不好的体能呢 是 下降 就是会不会说呢 饮食 你的 那个 那个 生活 一定呢 是要 有节制 还有呢 就要有 运动 那么使得你呢 能够呢 在那个体能方面 都不会那么 危险 哇 别人可以做 不是8个小时 10个小时 到翌日呢 做龙精肤猛 你做了6个小时 已经残了 那你怎么跟别人 所以呢 老了 退休了 老板也叫你走 但是 所以你一定要keep up 你自己的健康 所以当你有健康 当你 当IQ大家一样 你的经验赢了他 你不断的进步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呢 站在那个 那个 行政总裁的位呢 才能够长远 假如不是呢 就不行了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一个行政总裁要注意的 那行政总裁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呢 就是 去请人 原来这个世界呢 做任何事呢 都不会呢 是 单打独斗的 不会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个人多厉害也好 所谓 商权呢 是难敌四手的 所以你整间公司的组织呢 你一定要请好人的 因为呢 保险公司呢 因为它很多的部门都很专业的 会计 它的会计 和别人的会计又不同 精算 它也是另外一门的 成保 理赔 服务 就是那个保护的服务 医务部 你也需要有医务的人才 还有呢 就是 当你把你那个 那个 叫做 公司的资产 一直多了 你会投资 你投资的 有投资经理 再多了 你有物业 你有物业部 每一个部门呢 你都要有不同的人才 那么你 你在旁边呢 有一个人打你不了那么多 你就要找一些人来帮你手 所以呢 是你周围所请的人里面呢 就你一定要请到好人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任何一个 成功的 老板 或者任何一个 是 叫做 旧时的皇帝 即是现在的 总统也好 什么都好 那么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帮手 那么这些帮手是怎么样呢 是能够使得你成功 也能够使得你失败 当你找到好的帮手 所谓好的帮手呢 是有 两方面的 一 就是财干方面 二 就是 忠心方面 有些呢 是不忠心的 又没用 有些呢 很忠心 但是没有财干 也是没用 所以呢 又要他忠心 又要他有财干 那么这些人呢 在你身边呢 就能够帮你 打天下的 那么你假如看一看 全世界的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历史 能够在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 国家 能够由一个 弱国国家 一路做起 一路做起 做到很强的呢 他们身边呢 一定有很多 帮得手的人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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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